她們三個都姓李 沒有人姓蔡 還是妳在生意跟生意 我可以找另外 金主 另外沒有 6月18時就是我們辦婚禮的日子 所以那個FB都有跳出來那個動態 天啊我老天爺11年前他真瘦 11年啦然後再加上我們 是在一起大概一年辦完婚禮 所以等於12年了 他生日的時候他確診 所以也沒過他生日 我們紀念日的時候我確診 所以我們就默默地度過這兩個節日 很好 因為我們的隔離座的密不通風 我們把門縫都塞起來 她一直在外面戴手 她一直在外面戴手 我覺得如果面對面 可以當調解委員還比較好 我在隔離的那個房間裡頭 一直在跟他們視訊 然後一直在調解他們三個人的情緒 有點累 對 就是不停地視訊 然後我就跟妹妹說 妹妹我在這裡 妳不要哭 我確診的第一天他們兩個哭到好像 我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對為什麼媽媽 妳為什麼妳進門的時候 我們不能在門口等妳 對 真的啊 因為我說我要進來囉 妳把他們放到他們的房間 妳不要跟我有任何的接觸 然後我就東西拿就趕快進主臥室 然後把門縫塞好之後 他們才可以出來 所以他們其實從頭到尾 從我出完外景到我隔離 這八天沒有看過我的人 就只能一直視訊 我變還好 還好爸爸只有在家兩天 後面六天我是請我們公司的人來照顧他們 就比較沒有事 就比較沒有事 也不能這樣講 不能這樣講 他就是剛好缺腳的那一部分 好像可以打疫苗 然後目前沒有 因為我想我們都中了 他就不能打 比較擔心就是可能打完疫苗 他們的副作用或什麼之類的 我怕我一個人扛不住 但是最近有比較輕鬆一點點 因為最近哥哥迷上了狼人紗 每一天 對他就聽到他戴耳機說 2號2號你在幹嘛 哎呦你不要一直按緊急扭 哥哥是比較自律的 他有自己設定鬧鐘 每45分他就會休息一下 很乖 越乖的小孩越難帶 因為很難轉移他的注意力 他一旦就是你知道 他受了委屈他就往心 他走心 他好容易就走心 然後妹妹就不會 妹妹就說妹妹你看 蛤 哪一個怎麼樣 個性 他們三個都姓李 沒有人姓蔡 還是你再生一個生女性 可以這樣子嗎 我可以找另外 金主 另外沒有 有人就不想再生啦 我很想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 開始慢慢要大 你會經過一個空窗池 除了明天標記 李懿覺得在家是多餘的 這句話不是我家 是你講的 不是我 我們說累穗 累穗嗎 累穗 累穗更貼切吧 沒有 他回去都會跟我生氣 他回去都會跟我生氣 你就不能講講我的好嗎 我說我沒有嗎 我說我沒有嗎